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买不起房子 养不起孩子 那年轻人的幸福感不见了 其实居住正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想像一个年轻人从大学或者研究所毕业 走入社会的第一礼物 他就要承担那么沉重的挑战 坦白讲对于他人生的梦想是一个打击 所以我当市长我要成立社会住宅处 能够让年轻人走入社会以后 先用最便宜的租金 租进社会住宅 那么这些社会住宅应该做很好的规划 不同的类型可以让年轻人选择 那有人会问说 社会住宅的兴建容易 容不容易 我认为桃园县有很好的条件 因为相对新北跟双北来说 桃园的土地价格比较低廉 那我们有很多的重化区 甚至包括航空城 我认为政府取得的土地 不应该卖给豪 财团来盖豪宅 甚至帮财团圈地 我认为这些土地应该优先来兴建社会住宅 让桃园成为社会住宅运动的起点 也让桃园成为年轻人足梦的起点 那我提出来的目标是 四年当中要兴建两万户 我认为将来社会住宅 它可以跟政府的基金贷款 兴建完成之后 其实我们只是负担利息钱 跟管理维护的费用 这些都是政府的资产 那么将来这些资产 甚至住了三年五年之后 也可以优先让年轻人来成功 那总之社会住宅还有很多方法 像闲置的文字馆 那么公有建筑 也可以把它转型为社会住宅 那甚至我们也可以用农机率交换做手段 那政府不用付出预算跟成本 就可以取得社会住宅 那社会住宅其实在每个区都有需要 我们用多元的方法 那不同的区域都能够产生社会住宅 让年轻人 那么可以在走入社会的前五年 他感受到 那么他不要当一个无可刮牛 也不要当一个巫奴 那么必须要背负很沉重的贷款压力 让他人生的梦想多一点 负担少一点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计划 我认为我当市长 那么社会住宅将会是我很大的施政重点 我认为我认为我会记得到 我认为我认为你做好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